你好,我现在继续来玩正史正变的续集 正史正变的续集 上一集的时候啊 我用屈虎吞狼之计 解除了朝方的包围占领 现在正在守五官 我现在会边玩边教学 希望能让你有意外的收获 好,现在就可以开始了 这五个司马家族的成员啊 互相都有联系哦 所以可以很轻松的对付这两支部队 上一集的时候,我有登庸一些朝方的武将 还有用屈虎吞狼之计 把上庸跟新野独立了 上庸跟新野现在独立了 再看看有没有武将可以登庸 没办法,他们的忠诚度都提高了 现在上庸的太守是杜狱 上庸的君主是杜狱 他已经独立了 还有新野的君主是王魂 王魂也独立了 新野 先来任命上一集登庸的一些武将 任命给武统比较高的 因为我等一下出针的时候啊 才能让武统比较高的当太守 太守如果统帅比较高的时候啊 那个城的防御率就会比较高哦 敌人来打的时候会比较省兵哦 我觉得啦 我等一下就会出兵打上庸了 等一下就会出兵打上庸了 如果您喜欢我介绍的三国志十四的影片啊 别忘了分享和订阅哦 或者您有什么游戏问题 也可以留言讨论哦 让你们见识一下我司马懿的战法 神机妙帅 把王骏抓起来 这个王骏的统帅有八十几哦 算是蛮好用的 在这个剧本 先来看一下上庸 可以先打上庸了哦 司马懿他们可以先回城了 因为那个义民组的武将抓不到啦 可以先回城了 准备打上庸 这个徐渺 甚至力还不错 又有农阵 诶 蚊羊回城了哦 他的忠诚度才五十八而已 当庸一下 先当庸看看 因为上一集的时候啊 蚊羊出征在外 所以 曹芳没有办法保抢他 这个王骏 统帅有八十左右 又有锥形阵哦 登庸蚊羊失败了 没关系 我刚刚派了两个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是徐渺 蚊羊的武力 好像有九十左右 还有他的战法 阵型 都很好用 还有锥形阵哦 真不错 准备进攻上庸 先运输一些士兵到晚城 用出征的 司马懿 追行阵来运兵 一个回合就可以到了 运六千兵就可以了 追行阵一个回合就可以到了 追行阵除了可以断两 还可以用来运兵哦 他的移动力比运输部队还要快 再把司马斯他们移过来 我上一集有派曹爽 去占领附近的府 像曹爽统帅这么低啊 如果有敌人来打成的时候 就要把曹爽移出城外 不然 他会是太熟啊 登庸蚊羊成功了 登庸蚊羊成功了 据说蚊羊可以跟赵云相比哦 只是统帅才七十几而已 但是他的阵型 很好用 有锥形阵啊 长蛇阵还有风死阵 还有他的政策是 提升风死阵的战斗力 加武 许昌这边的服 比较多 如果有武将没有工作的话就让他去 开发兵营 登庸刚刚抓到的王骏 可以出兵上庸了 出兵上庸 司马印 司马斯 司马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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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用鹤翼症 因为鹤翼症的移动力比较快 破城 也比鱼鳞症还要快 我说的是破城哦 还有我们的政策里面 鹤翼症是加4 鱼鳞症才加1而已 他们四个都有鹤翼症啊 鹤翼症的移动力比较快 应该来得及解决这个 司马昭他们四个都有互相联系啊 要打成不难 我要的是 要抓到武将 要抓到我想要的武将 不然他们只有一个城池啊 如果没有抓到的话 有可能会跑到别的城池去了 再出一个长蛇阵 长蛇阵占领这个符 占领周围的符 也可以帮部队加成哦 我是希望能够抓到 杜狱跟 洋护 杜狱的政策 可以提升鹤翼症 加4 洋护的话 统帅90级哦 万事拜托了 邹。 你回到城里了 施阵的地方先改一下 這個徐秒可以增加木兵的數量 還有 蚊羊可以提升風死陣的戰鬥力 這個地方 我看先改成提升士氣好了 提升士氣 研究火技就不用了啦 好這樣就可以了 部隊的士氣高 戰鬥力也會提高喔 再看一下 有沒有可用人才可以用 哇沒有了 先把許昌的木兵改成蚊羊 哇蚊羊受傷了 口袋 還要去 沒有 不然 我可以不見了 這次是 降機 你 不見了 你 充 哇塵柳的部隊要來打雪昌喔 現在都沒有可用人才了 司馬翼的個性有幾種 所以他的移動力比較快 剛好可以圍上去 這裡可以改成移動攻擊 這樣的話那個部隊消滅 就會移動到目的地了 我明白了 許昌的士兵有18000 還可以撐到司馬翼他們回來 商人的價格是72 72的話就可以買一些了啊 一切順利 再運輸一些資金到完成 運輸一些資金到完成 朝方的部隊好像要打許昌喔 但是也有可能是虛張聲勢而已 先佔領尚庸再說啦 因為我在許昌那邊有兩個追行陣 可以用來斷糧 王俊跟雲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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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俊央 王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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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用賀翼陣是因為 司馬昭和司馬炎 能夠擋前面的陣型 只有賀翼陣而已 所以就讓他們四個都帶賀翼陣 賀翼陣的工程比余林陣還要高喔 所以他們四個可以很輕鬆打下上用 只怕沒有抓到武將而已 只怕被武將跑掉而已 等他們四個再靠近一點 再一起圍上去 繼續派曹爽出征 就算他被抓到斬首了也沒關係了 嘿嘿 我想觀眾可能已經猜到我心裡在想什麼了 你跟著我衝啊 你跟著我衝吧 打上翁的時候 還要注意不要讓武將跑掉了 如果跑掉了的話 要再登翁就很麻煩了 現在可以一起圍上去了 一起圍上去 我就是想要抓到杜玉跟養護啊 杜玉他的政策可以幫賀英鎮加世 養護的話 統帥九十左右 政治也很高喔 嘿嘿這個超爽 單槍匹馬讓他繼續前進 我怕上翁有部隊會出擊 這樣就很容易跑掉了 曹爽被抓到又被放回來了 敵方部隊如果鋪擊的話 要抓到就要看運氣了 曹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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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玉初晨零級 這樣就很容易會跑掉了喔 只要晨一打下 有時候他就會 在野在別的城市 杜玉跟司瑪斯單挑 司瑪斯在這個劇本裡面 他的能力值算是很好了 在這個劇本裡面 他出征了 要抓到 也是可以抓到 但是要看運氣了 繼續派潮爽出去戰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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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地方我這樣移動就是因為希望可以在攻下城之前把杜玉打回城去 打下城的時候他在城裡 這樣就會被我俘虜了 如果他在城外的時候 這樣就要看運氣了喔 有的時候會跑到別的城市去再野 欸欸欸欸 杜玉好像回城了喔 這樣好 這樣好 這樣等一下就會俘虜了 可以跟安息果交易了 可以跟安息果交易了 武將一個都沒跑掉 真的是太好了啦 真的是太好了啦 哇 哇 曹爽被站走了 現在可以選擇新的君主了 選擇新的君主 司馬懿 司馬懿的話 選擇司馬懿就沒有軍師了 那我選擇司馬懿好了 那我選擇司馬懿好了 因為這樣才有智力100的君師阿 君主陣亡之後阿 有一些對他比較忠誠的武將 忠誠度會下降喔 這裡我再說明一下 如果你想讓你喜歡的人物 當君主的話 可以用這個方式 一個就是陣亡 一個就是 讓他受傷或者生病的時候 摧毀的時候 就有機率會陣亡了 新的君主 新的君主 聚會之後阿 師政的地方 都要重新任命 軍師當然是司馬懿阿 先設定比較重要的 像這個墓兵阿 墓兵量還有 封死症賀醫症 還有 封死症賀醫症 還有長蛇症 比較重要的先用 因為現在指令有限 還要登勇武將勒 王俊跟蚊羊受傷了 雖然是受傷 必要的時候 也是可以派追行證出去斷糧 走 現在可以分配一些武將去完成 還有上擁 進行開發 分配武將 分配武將 動神吧 我出發了 這個養護 的統帥有90喔 90是蠻高的 統帥 保獎一下 然後 看看還有這個 杜獄 杜獄的統帥86 其實武力很低啦 杜獄的統帥真摯都不錯啦 就是武力太低了 我要用杜獄主要就是因為他有鶴醫症 加4的鶴醫症 再把這4個移到許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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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要去防守許昌了 現在這個劇本都是要靠司馬家族 運輸一些資源到上擁 5關的士兵有2萬喔 運輸一些到完成 然後完成這邊的內陣 本來完成這邊的開發內陣 都是司馬鈺他們 現在他們走了 所以現在要重新任命內陣官 內陣官重新任命 5關 交易 現在沒有命令輸了 現在沒有命令輸了 所以交易要下一個回合 下一個回合再來交易 上擁這裡先任命一下木兵 上擁這裡先任命一下木兵 我愿倾尽全力 请看 感谢 先来开发上庸这个地方 上庸这个地方先来做内证 这个洋户有振兴哦 政治力也算蛮高的 还有振兴 上庸这个组成给杜育 杜育的政治力也有80级 洋户的话还有振兴 上庸这个地方需要开发了 但是其实洋户适合在前线当太守 因为他的统帅高 太守统帅高的话 城池就会变得比较坚硬 先来任命官职 安东将军 要给这个洋户 还有杜育 还有杜育 王骏 杜育跟王骏的政治力都还不错 所以先任命他们文官 其他那些统帅值太低的 就先不要任命 我说统帅值太低就是在说 一开始吵爽他们的基本武将 那些统帅值只有十几二十而已 太低了太低了 所以不给他们官职了 避免他们成为太守 这一个徐鸟 徐鸟的统帅也不是很低啊 徐鸟的统帅也有55勒 至少比 至少比草爽那些基本武将 的统帅还要高 所以也给徐鸟一个文官好了 还有文秧 文秧给他一个统帅加二 武力加二的武官 诽证这个地方可以设定了 这应 confian 現在有命令輸了 運輸附對的速度,還有士氣上限 還有這個養護,養護的政策也不錯了 好,先這樣就好了,等一下需要的時候再來變更 先找幾個武將去跟外國交易 找幾個武將去交易 順便提升能力 現在司馬懿他們已經移到許昌了 所以許昌這邊,現在不怕他們來打 就怕他們不來 有司馬家土在這裡 先設定一下內陣 開發內陣的時候,周圍最好有聯西的武將 這樣會有加成喔 所以把司馬懿的周圍都改成司馬家族的成員 請交給我吧 請交給我吧 誒!陳柳那邊派兵過來了喔 現在司馬懿在這裡 你們是來送我五張的嗎? 看看能不能抓到那個陳群的兒子陳泰 陳泰的能力也有三戰喔 統帥好像也有八十幾喔 運輸士兵到前線 這一個有搬運的個性 運輸士兵到前線 我怕許昌的兵力不太夠啊 因為朝方的兵力有幾十萬喔 天天有五張的兵力不太夠 你覺得是跟他有個性感的嗎 都要不太夠 對,你覺得是有什麼性感的嗎 就只有他現在是有個性感的 你覺得是有什麼性感的嗎 就有一個性感的嗎 先把杜玉移到許昌 他有追行症,可以用來斷糧 先把杜玉移到許昌 先把杜玉移到許昌 現在我的武將裡面有好幾個有追行陣喔 司馬懿、蚊羊、杜獄還有王駿 司陣的地方先把長蛇陣改成鶴羊陣 因為現在長蛇陣沒有用到啊 還有司馬家族有四個有鶴羊陣 現在鶴羊陣4加4有8了喔 如果你喜歡我介紹的三國治14的影片 請別忘了分享和訂閱喔 或者你有什麼遊戲問題也可以留言討論 感謝 感謝 謝謝 慢慢就出發吧 先等它們再靠近一點 等它們再靠近一點 出王駿 王駿有追行陣 看看能不能斷糧 這一邊再出杜獄 杜獄也有追行陣 司馬懿它們可以出戰了 可以出戰了 用鶴翼陣 全部都用鶴翼陣 一人帶三千就可以了 要出征的陣型 也要配合施政那個地方 強化的是哪一種陣型 我現在強化的是鶴翼陣啊 不得了 再確認一下施鎮的地方是不是用鶴翼鎮 所以他肯定是需要的 大家不能用鑽翼鎮 五千 第一次 在帳鎮 你必須想到很可怕 有什麼問題 尽尊命令 再運輸一些士兵到許昌 運輸的部隊最好離對方的部隊遠一點 不要靠近敵方的部隊 因為運輸部隊的防禦力非常的脆弱 怎麼啦 請交給我吧 哇哇沒有抓到 沒有抓到陳泰 這兩個追行陣白忙一場了 白忙一場了 我也沒想到敵方居然潰散的那麼快 施鎮那個地方有兩個鶴翼鎮的加勢的加持 所以我會用鶴翼鎮 還有一個外國技術 也可以強化鶴翼鎮的移動力 攻城破城 好像是天祖國 司馬懿他們啊 在這個劇本裡面 用鶴翼鎮 可以橫著走了 把鶴翼鎮還有魚鎮鎮來做對比的話 鶴翼鎮的移動力 破城 比較強喔 如果再加上外國技術那個 強化鶴翼鎮的話 就會有更高的移動力 還有破城攻城 但是強化鶴翼鎮那個外國技術啊 太遠了 在田祖國 就是四遍那個地方 鶴翼鎮 司馬懿他們可以先回城了 窮迫莫追了 出發 許昌的墓兵可以先改成蚊羊 改成蚊羊墓兵 武力九十三 我現在來做一個總結的教學 我現在的君主是司馬昭喔 曹爽已經陣亡了 如果你想讓自己喜歡的武將忌諱 有兩種方法 一種是被斬首 另外一種是生病受傷摧毀的時候 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君主身上有寶馬 就不會被俘虜喔 也就是說不會被斬首 或者個性裡有強韻的 也不會被俘虜 或者暫死 就像劉備跟劉產 他們兩個有強韻的個性 不會被俘虜 不會被俘虜 也不會彈死 玩這個劇本的時候啊 如果你有多的時間的話 你可以繼續跟曹芳 延長同盟 然後等到有兵力的時候再來開戰 或者用另外一個路線 繼續延長同盟 然後先滅蜀國 這樣就可以先拿到阿修羅戰法 現在的時間是251年12月 從牌局到現在我總共用了2年又11個月 好了 現在可以保存起來 先存檔 看一下存檔 正史正變 難力度頂級 經過的時間 2年又11個月 現在來看一下勢力 我們的兵力是7萬9千多 曹芳的兵力有30幾萬 我們現在被未屬無三國的勢力包圍起來 我就玩到這裡 如果你對我的玩法有什麼意見 或者你有更好的戰術 歡迎留言討論 最後請別忘了分享和訂閱哦 感謝你的收看 我希望大家可以按照 我們剛剛討論一下 我的社員 我記得被一張照片 我記得被我寫了 我記得被你寫了 我記得被我寫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